在我国失踪多天的爱兰少女遗体终于被寻获 死者家属的代表律师指出 死者诺拉的解剖报告将会提成给总检察署 以探讨是否需要召开验尸亭查明死因 死者家属代表律师桑卡拉指出 一般上这类突然死亡的案件都会召开验尸亭 以查明死因 不过一切还是要取决于解剖报告和警方的调查 因此他说诺拉的解剖报告将会由警方提成给总检察署 以探讨是否有召开验尸亭的需要 至于死者家属是否有任何后续行动的打算 代表律师则回应 指死者家属依然情绪悲痛 所以还没有告知任何的相关事宜 一切还要等待解剖报告完成后 才知道进一步行动 因此请不吝点赞来看